所有人都告诉你卡贴的iPhone15需要打孔不值得买 但是没人会告诉你其实它的基础工艺甚至是比14系列还要确定 首先我们再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卡贴机 卡贴机又叫有锁机网络锁 其实它是属于原装正品的零售机 无论是性能配置都是跟国行没有任何区别的 只不过由于系统内部对于手机卡的限制 所以说只能指定某一个电话卡来进行使用 而且单独只插国内的手机卡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所以就需要用到一张小卡贴 配合国内的手机卡来破解限制 这样就能够正常上网打电话了 当然也就因为这一点卡贴机的话会比国行便宜至少1000块左右 特别是今年的15系列频频跳水 导致这个差价更是高达1500往上 像国行的15128G当初的发售价是5999 但是在小阳这里同样全新的卡贴版本的 仅需要39997就能入手一台 而且内存差价越大越明显 那么卡贴机在日常的使用功能当中又有什么缺点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信号的一个区别 传统的解锁方式可能存在信号不好 跳激活的一个情况 但是只要是12系列以上的一个机型 都可以通过QPE的新解锁来实现插卡机用 信号方面也是跟国行没有什么多大区别 即便是你待在城市的地下车库 电梯也是不会出现跳激活的 所以如果说你预算不多 又想体验新款的 小阳更加推荐这种方案下的iPhone15系列 当然手机小白的话除外 这种方案下的主要是 你以为你令人有个担任的 需要的装运 那我现在帮你